电影《玩命关头》系列近期推出了第十集 并于日前在罗马竞技场外举行了手印礼 该片自推出至今已有23年 成为史上最卖座的系列电影 对于系列即将迈入尾声 主演之一的蜜雪儿表示 凡事都有镜头 对她来说这部电影永远不会真正的结束 反而更像是新一代的开始 蜜雪儿认为他们宛如电影业的嘻哈文化 很幸运的在网络兴起的时代 让人们看到多元化的世界 期间冯迪索也表示非常感谢影迷们的支持 才让他们一路走到现在 并直言成为一名制片人 更希望大众将焦点放在电影 而不是她个人身上 没想到冯迪索随后表示 该片的发行上环球影业 在看完电影的上半部后表示 希望能将最终章拍成三部曲 因此结局可能会有三集 预计将延长至12集 令在场众人都惊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